Hello 大家好 我现在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8月31日 下午的3点47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一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我现在在广州越秀区的东华东路 可以看到这里还有瓦房 铁皮房 但是的话不要看小这些瓦房铁皮房啊 一拆迁的话不得了 主要是因为这里的话是广州越秀区啊 广州的核心区 这里的位置很优越的寸土寸金 如果一拆迁的话 这些房子不得了 除此之外可以看到这里 还有很多一些比较独特的房子 这些房子就是广州的传统房子奇楼 不过可以看到这些房子啊 都长草了 因为这些房子好有历史了 少了几十年 多了三百年了 我们都这里有卖的 是正常的房子 这里都很少 少关中关 同时可以看到这里的街上逛街的人 没多少吧 逛的都是附近的老广 因为这里的话不是三叶区 这里是住宅区 所以这里的话是没有什么游客来的 不过钱翻几走 就是广州北京都步行街了 不过的话有点远 旅行路就不逛了 大家 逛这一边吧 这边几走可以走到广州的 动物园 不过的话 也有点远 这里距离广州动物园的话 大概有 三公里左右吧 说实话 这么热的天 我都不嫌走了 要知道 今天广州的温度飙到了35度 我现在走在路上 都很热 所以说拍摄不易 麻烦大家看视频的时候 点点赞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拍摄最大的动力 谢谢大家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没有很多一些骑楼吧 看到没有 可能钱翻这些 在过去的话是骑楼来的 不过 拆掉了 就盖起这种现代的房子 要知道在过去的话 这里是很多骑楼的 主要也是受到广州绿湾区的影响吧 广州绿湾区片地 都是洗楼 这条路叫做东窗路 因为广州绿湾区在过去的话是 有钱人聚集地来的 所以建的房子都十分有特色 都因为绿湾区 跟月秀区 爱在一起的 这同时是广州的市区嘛 所以说就互相影响了 但是的话在当时有钱人 更愿意住在绿湾区 而不是月秀区 因为当时的绿湾区是广州的经济 文化 商业 旅游 等等的一些 运输的中心 反正就是当时的绿湾区特别的繁华 走到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挺多人的 要知道今天是周五啊 还没到下班时间 这路上就这么热闹了 这些人应该都是来看病的 因为在前方那里 就是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在广州的 医疗实力还是挺厉害的 看到没有 手上都拿着一些药 那不就是一些 诊疗表 这里是东川九家 应该是广州一家老字号 月饼 也快到中秋节了 下个月就是中秋节了 可以看到这里的路上 还有很多在 拉住的 因为很多人来这里看病 就找不到地方住嘛 这些人只有在拉住 看到没有 单间七十块 我觉得 七十块在这里住一晚 也不算贵了 因为这里是广州的 市区啊 不够的话 七十块应该没有什么空调 我觉得 如果没空调 七十块 那个性价比 就地了 哇 好晒好热 虽然过去很多有权仰爱住在日丸区 但是现在的月秀区啊 可以说是整个广州 甚至是整个广东最好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主要是因为这里有着 广州甚至是广东最好的医院 最好的学校 等等的一些配套 都集中在 都集中在月秀区 这使得附近的房价呀 挺贵的 前方就是广州 都列宿西区10元了 医院 每一天都是人山人海的 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医院出来 每个人的表情都是复杂的 每个人的表情都是复杂的 人生最痛苦就是生病了 好晒呀 好了 我们有学校的问题 那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继续带大家来看一下 关一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